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攀岩以后我改变了挺多的 就是我对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很多 就是原来可能我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我攀岩以后 我觉得那很小的事情无所谓了 可能内心的感受更多一点 就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多一点 就是有时候就是我爬这条线的时候 我一直在怀疑自己能不能完成 因为太难了抱时 非常的难 一直脱脚一直脱手 而且都是抠抠 然后是飞脚那种很崩溃的感觉 然后后面慢慢慢慢的你爬得多了 自信心上来了 就真的就觉得我能完成了 就在这几把之内 我绝对能完成 而且都是觉得可控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自信心是一步一步一步积累到 到后面能红点 这是我的第一条保陛家 对这是我的第一条保陛家 我是嘉尧 我是广西人 从都安过来 然后在这边 算是做一个家庭旅馆 然后现在也在这边拍眼 因为这边的天气非常棒 然后冬暖夏凉 这边的文化 跟我们的地区是差不多 跟壮族差不多 都是少数民族地区 我从小就在少数民族地区待着 所以我觉得跟我那边 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可能就是饮食吧 就是饮食不一样 其他都还好 我觉得钻石条是冬天 最棒的延长石谷 我爬的这条巴比加 是那个安州 他17年的春节 他来开的 然后他开的时候 我就很想爬 但是那时候 我分不了那个动作 一直分不了那个难点 那个Boss对我来说 很难很难很难 下面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 就是12的 然后我爬得很顺畅 但是上面是 都是仰脚 然后小扣扣 然后全都是暴时动作 而且点距特别地远 对我的身高来说是一个挑战 难点就是抓一个cream 要做交叉手 然后再去抢一个cream 再起 类似于串的动作 但是没有到dino 就是串起来 串起来抓一个侧拉点 抓侧拉点又挂好挂挂 但是不能休息 出左手 然后右脚挂在右手上 然后单指洞抢双指洞 然后抓到双指洞之后 再跳起来抓一个cream 之前我一直挂不住脚 一直飞 因为那个很小 它就是两个指宽 然后一定要挂在上面 我挂脚一直都很难 所以一直飞 右脚一直飞 一直飞出来 by bwd6 utility 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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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他们说攀岩就是一个你自己的运动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爬得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爬得差也跟别人也没关系 所以你只是对得起你自己就可以了